我们在做婚姻咨询 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个工具 叫婚外勤生命周期 掌握到这个周期 可以快速帮你自己来判断 你老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可以用什么样的技巧去对付他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第一个周期 我们把它叫做萌芽期 这个时期的男人 就是在和别人聊个天 甚至都没有到暧昧 那这个时期很容易迷惑人 但是如果他准备有了二薪的话 他可能会对你表现得很不满 不耐烦 人好像也是飘飘乎乎的 很多原配在这个阶段 就会忽略这一点 听老公说 我们就是聊了个天 我们就是个普通朋友 我们就是个同事 你看我也不聊了 于是就开始放心放任不管了 或者你可能也闹了呀 但是他就说你是小题大做 他打压你或者又哄哄你 你一看人家的确没有暧昧的文字嘛 那这个事反正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事物只要有萌芽 就会很容易往下发展 这个时期的处理重点 不要光处理他和别人聊天 或者暧昧这件事情 一定也要注意解决 你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这个时期的修正会让你特别的省心 也会让你省很多的事情 也是最容易快速搞定的 那第二个周期呢 我们把它叫做激发期 这个时期每个男人表现不一样 有的男的呢没有任何表现风平囊静 有的呢开始对你会很热情 或者呢很冷漠 甚至有的男人都没有这个阶段 直接进入第三个周期 通常来说大部分在激发期的男人 都会在夫妻生活上有一些变化 比如你们以前次数少 现在他好像更主动了 要得也更平凡了 你们以前还可以 现在他老是累 这个时期当然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大部分男人 都会比以前更注意温身 更注意外表 在家的时间呢 也是会有一点点变化的 这个阶段的处理是非常需要技巧的 比如有的男的可能会有愧疚感 利用好他的愧疚感的话 很容易修复你们的关系 而有的男的呢 可能会意气风发 觉得自己很有魅力 那么策略就不能和有愧疚感的一样了 这个我就不展开多讲了 总之啊 在这个阶段 原配只要能够分析到位 把握好对策 就能够很快地达到你的目的 第三个收期 激情期 也就是我们说了老风期 这个阶段他们俩都不再掩饰了 都放肆地只顾自己享受了 男人沉浸在婚外女人带来的刺激当中 会非常上头 这个阶段男的外出时间变多 见缝插针地跟外面的女人保持见面 比如经常小借口出差 加班或者午休时间可能也会溜出去 变得明显比以前更忙碌了 回家过后可能还会有点神不守舍的感觉 比如说他可能对手机也变得更敏感了 对原配明显的不赖反 甚至一点小事情都会觉得很烦躁了 那这个阶段其实我们不建议去做强拆的动作 而是需要用一些技巧去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第四个周期 挣扎期 男人在这个阶段会回过劲来了 内心开始纠结 到底你俩他要选谁 他最理想的当然就是两边站了 外面的别闹上位 家里的别闹离婚 但是一般到这个阶段 外面那一位一定会挑拨你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 甚至可能会用怀孕 或者是抓软肋的方式来逼迫男人尽快离婚 或者让男人给他更多的钱 所以这个时候原配一定要先有底气 你是合法妻子 他们那样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那针对第三者的挑拨作为原配的你也不用慌 你这个时候越淡定 效果可能就会越好 对方越着急 他暴露的就会越彻底 第五个周期 重建期 这个时期非常非常重要 处理不好 特别容易引发更大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只要老公回来了 道歉了 我也原谅了 这事就结束了 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误区 男人回归过后 你们的感情是需要重建的 不然你的心理创伤过不去 很容易心里难受 情绪激动 而男的呢 总觉得我自己回来了 那就行了吧 老婆一不过去 或者一过不去这个坎 两人又不好好重建 不好好去修复感情 那从我们咨询的数据来看 九个月左右 男人就会开始又往外跑了 所以在男人回归过后 先不要着急恢复夫妻生活 也不要总是问 你们之前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连细节都要知道 这个时候 你们需要的就是互相的疗愈 重建相处模式 重新谈恋爱 重新吸引对方 他该给你的情感补偿 都要做到 这样你们这个坎 才会真正的过去